男人来到阁楼翻找小时候的木偶 不曾想竟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 包裹里面有着一本绝世剑谱 乃是昔日天下第一高手燕北飞所留 这个不是木偶 是我爹的剑谱 剑谱 白云得到燕北飞的剑谱如获至宝 他在小莲的鼓励下 开始修炼燕北飞的友情之剑 然而燕北飞的剑法博大精深 白云始终是有形无神 只是将剑招练的有七八分相似 小莲为了鼓励白云 拿出了珍藏的燕北飞画像 你想不到我不有你爹的画像吧 我是圣教中人 当然有你爹的画像了 我觉得我爹现在就在我身边 你爹现在看着你 就要更用心地练剑 不久之后 白云竟然在自己的房间 见到了燕北飞的配件 以及当年燕北飞穿过的衣服 白云穿上衣服拿着配件 再加上和燕北飞长得一样 活脱脱的就是另外一个燕北飞 而这一切都是小莲安排的 他找到配件和衣服后 刻意放在了白云的房间里 他就是要白云模仿燕北飞 进而练成燕北飞的友情剑 白云就此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他要学自己的父亲燕北飞一样 开始追求剑道的最高境界 白云在燕北飞剑谱 以及小莲的帮助下 剑法突飞猛进一日牵领 离燕北飞的友情之剑只差一步 与此同时 楚江南在柳生一剑的教导下 以令人骇然的死意为核心 疯狂练剑整整七天七夜 终于练成了无情之剑 达到了二十年前 非法柳生一剑的境界 划分两头 秦百川打败端木齐后 将九色齐纳入了麾下 成为了南北两地的共同霸主 建立了一统武林的千秋霸业 从此江湖之中纷争渐少 然而这天秦百川刚出七星楼 就遭到了一名男人的袭击 秦百川不过三两招 便将男人轻松打倒在地 我跟你说 没有 那为什么要杀我 杀了你 可以扬明天下 就这么简单 是 你为什么不杀我 你看不起我 想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了 我不会让你可怜我的 秦百川一统南北两地后 却也成了别人出人头地的香伯伯 只要杀了他就可以扬明天下 相信这样的野心家不在少数 秦百川思绪非常复杂 他又回到了武当山 见到了武当掌门仓木 如今的武当在仓木的带领下 荒扶正义平息恩怨 以得福人让武林中人敬佩故隐 仓木却认为如今江湖平静的局面 都是秦百川和七星楼的功劳 秦百川在经过被男人刺杀一事后 彻底厌恶了江湖斗争 因为即便他做到了一桶江湖 江湖还是那个原来的江湖 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再加上他的一对儿女 好兄弟乔春府一一离他而去 他再也没办法继续斗争下去 有了退出江湖的念头 柳生一剑文言微微一笑 要和秦百川打一个赌 就赌秦百川不能退出江湖 随后二十年未见的两人叙旧起来 柳生一剑感叹苍松变成了秦百川 夕月还需要自己指点武功的人 已经成为了天下罕见的高手 甚至超越了当年的苍碧道长 秦百川听见柳生一剑的评价 想起了与柳生一剑的十年之约 反问今天他与柳生一剑相比怎么样 秦百川开始试探柳生一剑 想要知道他重返中原的目的 柳生一剑没有多言 将秦百川带到了一处破屋 里面有燕北飞的衣冠种 是柳生一剑为他立的 柳生一剑执着地认为 即便他打败了现在的秦百川 打败了中原武林所有的高手 也不愧是天下第一 因为他败给了燕北飞 而他要想成为天下第一 就只有重新打败燕北飞 柳生一剑的话 让秦百川百思不得其解 他回到七星楼后 让里面找来了陆颖峰 宣布了他要退出江湖的消息 并且陆颖峰将会成为七星楼的新楼主 三日之后 秦百川举行了隆重的金盆洗手大会 正式宣布退出江湖不理事事 主江南你没死 你也不能推出江湖